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防守判点出现问题 任一球 直接打门 这个球钻过了任强 考验了一下对方的门将徐嘉敏 这个球从任强的缝隙当中打过去 还发生了一个变相 这个多少影响了徐嘉敏的判断 徐嘉敏 这个球直接大脚晃到前场 第一落点还是被海港队的球员抢到 这个球犯规 他也是不适应的 所以有时候足鞋杯的魅力在于哪呢 你会打过一些你没打过的球队 没错 但是合球队合练之后 接下来备战中超联赛下一个阶段 保机组的比赛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丹尼尔森现在什么时候回来 在积极沟通 官方的消息就是在积极沟通 但是沟通成了一个什么样 海港这边呢 这一次是 麦斯特罗维奇 还有奥斯卡 迈西江给到中间 保零尼尔 这个全球送的很血液 是不是还有机会 胡锦航给到远端 林铺打门 没有能够送到 这球 感觉这球一目都在错进错出 对 一连串的意外 构成了最后差点破门都分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脚是高质量的传球 除了保零尼尔这脚 保零尔这脚顺得很好 但是呢 胡锦航背身往前跑呢 这脚传的也不怎么好 这脚射的也没射中 结果这个鬼使神差 反而是阿波拉罕在门前 获得了这样的一个 挑过门将的机会 是 河宇鹏 河宇鹏 这也是入选了最新一期的 U22国家队的集训名单 这球有机会 大量文队说 再向裁判投诉 对手是有手球放逼的嫌疑 这球有机会 再次上门 又被车尾挡住 两场比赛 也会有忙碌出错的时候 是 这实际上来讲 这攻击就还是会有一定的 远远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高了 刚才那一线为进攻 就算这个手球 奥斯卡要上场了 比赛打了62分钟 还港队这边要进行换人调整 但是现在看看奥斯卡 是换下谁 撤下了36号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上半时的开场阶段 向前的这种欲望还非常的强 没错 但是呢对手的防线 今天上半时对他有点砍伐点 是吗 对 对 一段三天一赛的这个比赛的赛程 还是要缓解了不少 是啊 但是想看看奥斯卡的这一个转球 就差一点点啊 这是奥斯卡登场之后 所获得的第一个破门得分的好机会 我们阵阳传便一样 这应该算是最容易的一个锦球情况 传球给到远多 有三件提发呀 还想在这一次 这球直接打前点 第一落点是被童垒 把这球直接大脚破坏出来 奥斯卡直接电一向球门 奥斯卡这也是看到徐家敏的站位 可能稍稍有点靠前 敢想敢干 换一个完美的句号 任球直接打向球网 陈维把这球给挡出来了 然后山东那边的德尔加多 这个算是外援吧 然后费莱尼这也都在 上海的两支球队 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 这时候主彩蛋吹响了 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上海海港和大连人 在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 第二回合的这场比赛当中 最终是0比0个比分握手言和 奥斯卡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替补上场 这场比赛当中的比赛当中的赛当中的赛当中的赛当中是1场达的步骤